大家好,我是Joy,今天来聊聊RFC 不过是那些不太正经的RFC 有些同学可能对RFC的概念不太熟悉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RFC也就是征求意见稿 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发布的一系列技术备忘录 它收录了互联网最重要的技术资料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标准都在RFC文档中 这些文档记录了互联网的协议、技术规范、流程 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共识 对互联网的标准化至关重要 RFC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 最初是为了研究人员交流AppNet开发信息 而创建的非正式文档 后来演变为互联网的标准 比如我们熟悉的TCPIP、HTTP等互联网通信协议 都是在RFC中定义的 一般来说RFC都是严肃正式的技术文档 但也有例外 每年愚人节这天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会发布一份恶搞版的RFC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0年4月1日发布的RFC 1149 通过鸟类载体传输IP数据报的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鸟类载体可提供高延迟低吞吐低空飞行的通信服务 每支载体的连接拓谱仅限于一条点到点路径 但可同时使用多支载体 除早春季节外 它们之间通常不会产生明显干扰 这段怎么理解呢 我们以鸽子为例 高延迟是因为鸽子飞行速度相比光鲜慢很多 低吞吐是指携带信息量少 一般绑个小子弹低空飞行 格子确实飞不了太高 早春季节有干扰 那是因为它们要谈恋爱 原因在于鸟类载体可以利用三维空域进行传输 而以太网使用是一维空域 鸟类载体可以自带碰撞避免系统提升了可用性 这段相信不用我来解释 OK我们再看一下真格式 IP数据报以16镜子打印在小型卷子上 每个字节之间以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分割 直卷绕过鸟类载体的一条腿上 并用管道胶带固定边缘 带宽受限于鸟腿长度 MTU最大传输单元是可变的 并且反常的会随着载体的年龄增大而增大 典型的MTU约为256毫克 必要时可能需要填充 作为对比 以太网的MTU约为1500之节 如果256毫克有效载荷信息密度超过这个字 那么信鸽链路在理论上具备高于以太网的数据承载能力 下面还有些讨论 比如还具备内置如虫检测和清除这一额外属性 各位看官是不是觉得有点离谱 更离谱的是 真有人实现了这个协议 2001年4月6日 挪威贝尔跟Linux用户小组决定实现这个协议 他们考察了鸽子 研究了怎么将数据包绑在鸽子腿上的方法 以及要用到的扫描仪 如图所示 小组成员站在几只信鸽前面 为测试鸽子网络的PIN延迟准备的即时设备 当然也少不了为鸽子环节 毕竟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2001年4月28日 星期六 世界上第一个基于RFC1149的网络测试正式进行 尽管位于挪威雨量最大的地方之一 但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 实验小组在5公里的距离范围内 为每只信鸽发送了一条PIN指令 测试于当天12点15分左右开始 小组决定在每个PIN数据包之间设置7分半钟的间隔 按理说最多只会出现少量的数据包无响应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碰巧邻居家有一群鸽子在放飞 鸽子们显然不打算马上回家 而是跟小伙伴们一起飞一会儿 考虑到之前一阵总是阴天 太阳总算出来了 他们想跟朋友小聚一下 确实可以理解 谁又能责怪他们呢 但最终归潮的本能占据了上风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玩耍 终于有几只鸽子决定改鞋归正 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小组当中爆发出了欢呼声 显然那正是他们派出的鸽子 而最后第一次返回的鸽子也终于现身 小组成员小心地从鸽子腿上取下小包 打开后进行了扫描 在手动验证二维码并修正了几出错误后 该数据包被正式接受为有效数据包 他们再次为实验的成功欢呼起来 其余的鸽子同时到达 其中两只没有任何IP报文 原来是另一头太忙 忘记了关上鸽笼 结果那两只空包鸽直接飞走了 最终共有六只鸽子成功归潮 因此收到四次PIN回复 延迟从3211秒到6389秒不等 这大概是PIN的时间新记录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数据包都能顺理送达 在实际传输中仍然可能出现丢包现象 比如被猛禽袭击或是遭遇风暴 一种典型的丢包情形 为了计算鸽子的传输速度 还有人做了鸽子传输速度计算器 鸽子通过携带SD卡来完成数据传输 实际操作很简单 在它背上背个小背包 把SD卡放进去 就算完成装载了 以一记带宽为例 只要一只鸽子一次携带150TB数据 以每小时97公里速度飞行约3.5万公里 它的平均传输速度便可达到1GB每秒 这组数据说明 带宽代表时间单位可传输的数据量 而延迟决定数据从起点到终点的所需的时间 鸽联网带宽可媲美光鲜 但延迟高得离谱 另一个有趣的RFC 是超文本咖啡壶控制协议 简称HTCPCP 该协议定义于RFC2324 并在1998年4月1日发布 它被设计为一种类似HTTP的通信协议 用于控制监测和诊断咖啡壶 后来甚至扩展到了茶壶 在某种意义上 它也可以被视为一次早期的物联网实验 虽然是恶搞协议 却得到了FIFOX等浏览器的支持 甚至谷歌还为它留下了一个专属的茶壶彩蛋 我们来看一下协议内容 咖啡无处不在 因此对一套专为咖啡充足特农定制的协议存在强烈深层而存厚的需求 协议定义了四种方法 Brew用来制作咖啡 get获取咖啡信息 properfind发现原数据 1是倒奶控制 倒量就说1 418我是一只茶壶 用茶壶煮咖啡 应返回418 光看协议内容不太直观 为此我专门实现了这个协议 给大家演示下 我们叫它HTCPCP 咖啡壶控制面板 点击Brew 开始制作咖啡 获取原数据 状态是正在制作中 如果用茶壶去做咖啡 会返回一个418错误 我是一个茶壶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RFC3514邪恶比特 这份提案在2003年4月1日发布 他幽默的建议 在IPV4头部中预留一个比特位 可以用来标识数据包是否带有恶意 如果这一位设置为1 就表示这是一个邪恶数据包 这样防火墙和安全设备 只需要检查这一个比特 就能轻松的去分好人还是坏人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如果攻击者不将邪恶比特设置为1呢? 问的好 那就识别不了 还有一些有创意的愚人节RFC 比如RFC5841 用于标识数据包情绪的TCP选项 在这份RFC中 每个数据包都可以携带自己的情绪 例如开心 伤心 调皮 甚至愤怒 接收端可以根据情绪为调整响应方式 对生气的数据包降低优先级 而对开心的包快速回应 近年来愚人节RFC依然会定期发布 只不过大部分没有早期那么有意思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找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想了解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是Roy 我们下期视频见